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冰淇淋 糖葫芦 甜的味道 海浪里的喧嚣誓言 揉不起那一个拥抱 有没有曾孤独牵手 因为你的天荒地牢 冰淇淋 糖葫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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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淇淋 给我来一串 夏丽红的喝得要麻叉药的 夏丽红的吧 夏丽红的吧 好嘞 来 谢谢 再见 拿着 吃吧 你咋就买一串啊 我急吃 没话吃 真是甜啊 你不要尝尝 尝一个吧 我吃了 给我吃一口 没有 吃了 别吃了 我拿个吃一口 甜吗 甜 喝点甜 没活 不过 快睡了 你以为我来是吧 那我睡了 我拿一个 没有 我不要睡 不管你睡 林子 林子 我 我知道你没听懂 你给我讲讲呗 这一听 把椅子的条件都算出来 我就会做了 我算了 可我还是不会做 你再帮我看看吧 先把E的座标射出来 M和负M K A E等于 等我等我 你再说慢一点 来来来来 我给你讲来 我帮你讲 我懂了 我懂了 对啊 林子 我懂了 不行你没懂 你不明白 我帮你讲 我肯定以后不会再出来 懂吗 我懂了 我懂了 还没还懂 懂了 会不会 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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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吃点这个血 清血管毒素 好 嗯 小海还是不愿意回来猪猫 那房里的那臭小子呢 我跟你讲 不给他俩教训 他永远都不知道自己家里好 这样吧 我去找他谈谈 你别找他 他不会跟你好脸色看 就是因为他不给我好脸色看 我才去要找他谈谈 这样才能解开你们父子俩的心结 行了 你别操心他了 操心一下你自己儿子啊 他可是一直都生活在古日子里 把他找过来那才是正事 如果他又不愿意住我们家 那就给他安排一个房子 我们家古茂桥那边房子 不是空子吗 神在也不行啊 把那儿去 那可不行 那房子是给小海安排的 要让录音住了 小海不得跟你玩命啊 拉倒吧 看他那不得性 是不打算回来住了 我还给他留什么房子 我还是跟他谈谈吧 谢谢 他录音那边呢 那孩子 我是没辙了 他连见我都不见 要不我找他聊聊 我去跟他说一说 那孩子 脾气特别俊 你可别跟他硬来 放心吧 我有分寸 我给你剥个螃蟹 好 北京哪儿卖衣服最便宜啊 动物园 明儿陪哥们买点衣服去吧 行 你会砍价吗 教教我 不用学 到那儿呀 你自然就会了 老板 这个多少钱啊 这个呀 这个少三十九不卖 我是来拿货的 拿货的 拿货价二十 十五块 没这一价呀 那算了 小伙子小伙子 别走别走 你要是有心要呀 咱们再商量商量 没得商量 走 走了走了走了 随便挑随便挑吧 这个也就是你 这小伙子 也太会奖价了吧 去拿这件 行嘞 还有别的吗 别的好 老板 这多少钱 这家 十二百不卖 二百 我现在拿货的 叔叔还卖不卖 拿货的 你就是接下来 抢劫的我也不卖 十五块钱 开玩笑了你 不是 就是十五 你帮我去走 你呀赶紧走赶紧走 穷疯了吧你 你以为我这免疫里 蓄势是草啊 喂 没办法走 没办法走 报告首长 人与带到 来 来 坐啊 孩子 坐坐坐 我想 你也猜到了 今天我找你来的用意 我是你母亲现任的丈夫 也就是说 我是你的继父 你母亲之前呢 去找过你 希望你搬过来 跟我们一块儿住 结果被你拒绝了 我一猜 也就是这个结果 所以我今天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 以长辈的身份 对你的生活和学习 提出一些意见 不 不能说是意见 是建议 谢谢 来 喝茶 对了 小伙子就应该有骨子倔劲 这一点你跟我儿子很像 说实话 你跟我儿子应该是同岁 他也很聚 他也常常不听我的建议 不过他在牵扯到自己 厉害得失的大事面前 通常都能冷静地做出版图 我们男人吧 活着就不应该为着那些 儿女情长的小事 对吧 即便是为了你的父亲 我觉得你也不应该把自己 也局限在那样的一个环境 你可能认为那是一种 对亲人的负责 或者是忠诚 但其实那是 变相的堕路 你不同意这观点也没关系 这么说吧 我可以帮你创造一个 非常优越的生活环境 你可以选择不接受 但我觉得 你不应该放弃这么好的一次机会 假如你足够聪明的话 你不应该记恨你的母亲 你应该拥有他的一切 来弥补你这么多年的 缺失 这个当然不是一种馈赠或者是 一种怜悯 这是你应得的 如果你不珍惜的话 那只能说明你不够成熟 也不能说明你有骨气 我想您误会了 我误会什么了 我从不打算向江源索取什么 因为我从来没有把她当做我的母亲 嗯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回去上课了 洛伊 你有没有把她当做自己的母亲 只有你心里知道 若有一天你能成才 受益的绝非我跟你有一起 谢谢你 我认为我就是个人才 就算不走任何绝机 我也会成才 怎么样现在 郑姐 还行吧 这这岁数大了就身体有点润 没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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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海 是 今儿别走了 就在这吃啊 好嘞 说得这么让了 我也不好意思走了 没事 今儿你周婶做饭 亏不了他 今儿别让周婶做了 换您做 这孩子 来 吃饭 大海啊 哎 陪叔喝一杯 好 来 这还没吃饭呢 怎么喝这么多 不喝了啊 不喝了不喝了 算算收了我收了 来来 来吃点东西大海 喂 什么都没吃呢 再吃再吃再吃点 你牙里给我滚回去 我喝醉了 你少了啊 你蒙谁呢 快起来 别给点表脸啊 快给我起来 起来 起来 我 我 真的是自由 想什么呢 想什么呢 马上就要到八月十五了 你们家八月十五怎么过呢 我们家不过八月十五 最近都去买两盏月饼 你们家呢 也是吃月饼呗 你来吃什么馅儿的月饼 淡黄连绒的 佩洛英啊 老师先找你 什么事啊 你今天留下来 就是为了问我这个事啊 不是 我是怕你憋在心里憋坏了 我和你说过吧 我妈是二回的 说过 今天那个男的来找我呢 他让我搬回去 和他们一块住 你答应他了吗 我当然没有答应他 最不能让我接受的是 他说话的语气 他把我和他儿子比 把他儿子夸得跟着花似的 用来反衬 我是多么短见识 我跟你讲 我也特烦这种人 我跟你讲你甭搭理他 你要烦他你就揍他 揍他 揍他儿子啊 明天就被车撞残废 你样故意的吧 我刚一来就掉下来了 没事吧 你俩还笑 我 我告诉你啊 你别搂我 搂搂你怎么了 恶心 你干什么 放手放手 揉揉手 放手 快点快点 放手就放开 我把你摔去了啊 摔下去不放 乌海外边有人找 我不扶进去 谁爱扶 谁扶去 你撕 roasting 谢谢 可算找找你了 我的太子爷 你来着干什么呀 找你有点事 来 我们到车里说 就这说吧 没空跟你出去 问题是想跟你说话的人不是我 那你就回去吧 所长说了 见不到人我也没回去了 你想喝点什么 什么都不喝 有声话直接说 是这样 我跟你爸商量啊 让我回去话也不用说了 我是不会跟你们回去的 你误会了 我跟你爸是这么想的 你搬回家 我们搬出去 这样 总比你一个人在外面游荡得好 外面再好 也不如家里好对不对 而且那个家 你母亲生活了那么多年 你对那个家肯定是有感情的 我什么时候回去 我怎么回去 跟你有 我发现 你跟我儿子真像 说话都挺耶人的 你别误会 对 我只是 一看到你 就不知道 该说什么 我跟我儿子的关系也是这样 我不管说什么 他都是一副敌对的态度 看来我跟你们这代人 不会交流 我会好好学习 多了解了解 说完了吗 我走了 你再等等 虽然你没有把我当母亲 但是我已经把你当儿子一样对待 如果 你还是看我不顺眼 我可以先搬出去 等你高考以后我再搬回来 你很可笑啊 如果你真有这个诚意 你又何必跟我爸结婚呢 给你买了月饼 你自个儿都在吃吧 专门给你买的 你这么尝一尝啊 爱给谁买给谁买的 我说了不吃啊 我就 怎么样 好吃吧 我跑了好几家店 就这一家给做的 里面啊 足足十二个蛋黄 饱你一次吃个够 你傻不傻呀 多买几个不就成了 还费劲扒拉买这么大一个 咱俩啊 饭量大 我想给你吃一个 这个啊 最合适 这个啊 最合适 你那房子是租的 你怎么知道 你租在那院子 旁边住的一堆老两口 一个是我舅爷 一个是我舅奶 你是不是还想说 其实你家很有钱 你就不想问问 我是怎么知道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刚开始那会儿啊 我天天看到你家司机 来门口接你 还有 你搬到我后桌那会儿 我看到你手上 戴着一个现象版的手表 你还敢跟我哼 谁耍谁在先啊 你还敢跟我哼 谁耍谁在先啊 成 这也是我先承认错误啊 是我骗你在先 但是你也有错 你包庇犯人 绝不能姑息纵容 要不这样啊 这事啊 你也别生气 也别为了这个疏远我 再让他扯平了 真生气了 我哪有这么爱生气 你怎么把我想得跟个娘们儿似的 我那天喝醉酒说的话呀 都是针对他们一家人说的 我没有仇服的心态 马路上这么多奔驰包马 我还一量量都给砸过来 你怎么不早说呀 你也没给我机会说呀 好 好 你背着我说起从前 一个人拖延着世界 我笑着听着你诉说 眼前却模糊了一片 你拉起我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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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豫不决的手 向前慢慢走 向前慢慢走 一起慢慢走 别总说我不懂 别总说我不痛 风也吹过 我对你 我最早 我看很终于 你却起你干什么 好 你就别拖子 我服务 你用不谅 毕竟 我帮你 你不受 你肯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